现在我们来介绍这个抓手工 你不要看这个抓手工 一握一张一握一张很简单 其实只要我们知道 我们的手有手三阴手三阳 这个经脉的贯通 这个动作刚好可以让我们这个经络畅通 那它畅通以后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上班族他上班累了 只要做几下 他经脉会非常愉快 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如果有人有五十肩 只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马上就可以治疗好了 习惯性便秘 那更不用说了 所以可以防止老化 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运工者他可以发现 他的肩胸穴跟手臂翻炸 这代表着他气已经感动气轮 这个气可以到身体的中部 然后到脚部去 所以从以上的介绍 你可以就知道抓手工原来有那么多的好处 那我们来看看抓手工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抓手工有四个方向要做 而且方向的顺序不能弄错 我们来介绍第一个方向 就是左右 当我们做完左右方向的抓举之后 再来就要做正前方的抓举动作 正前方方向不要弄错了 再来是上方就在头顶的上方 注意下掌心相对做莫章的动作 上做完了换坐底下动作还是一样 我们再说一遍 左右前面上面底下顺序不要弄错了 来那我们来看怎样做 先把脚张开 一肩同关 微微下蹲 如果你绷够 你可以蹲加一点 那我们开始练习就微蹲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向左边 左右两个方向来做 一开始做的时候 你可以从一百两百 慢慢做 做到一千零八十下 就是这样做 这样做 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的手因为握太久了 酸了会往下垂一点 赶快用心又把它提起来 要忍耐一下 再把它提起来 这样握 从一百两百一直握 握到一千零八十下 再来换正前方 小的姿势不变 还是这样握 一百两百慢慢握 突破两百酸痛的关键之后 你这个很快进步它一千零八十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就是这样 握一千零八十下 当你达到一千零八十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的整个过程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好处 那我们侧面完了 当然就会换上面 到上面的时候 刚刚提到过 掌心要相对身体 只是微蹲继续握 还是一样 从一百两百一直握到一千零八十下 上面握完了 换底下 姿势不变 继续握 慢慢握 一千零八十下 每个方向 都要达到一千零八十下的要求 这就是抓手工